花蓮县文化局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登场的赛书好市集 8月份起延后到下午3点开始 让民众可以在悠闲凉爽的午后来这里逛书看好物 8月份还设定了手作主题 让民众现场体验各种手作乐趣 文化局也欢迎大家每个月都可以来逛赛书好市集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花蓮县文化局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登场的赛书好市集 从8月份起延后到下午3点开始 让民众可以在悠闲凉爽的午后来这里逛书看好物 我们的赛书节从8月份9月份跟10月份 我们会把时间往后延到下午3点开始 那因为现在的天气越来越酷热 所以就是下午3点开始 我们就是会迎接比较凉爽的黄昏时间 那未来也会搭配就是在10月份 我们的石雕艺术季期间 我们每个礼拜六日 我们会希望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5、6点 甚至就是只要天气还没黑 我们就是可以到7点 因为这样子的赛书自己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 那我们从8月份开始 我们也会每个月我们都会设计一个主题 那像这一次8月份的主题呢 我们是用手座DIY 那我们今天有四个手座的老师在现场 那可以接受民众的预约 也可以接受现场的报名 那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延到这样子的下午时间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利用黄昏的时间呢 到文化局来走一走 你也可以拿出你的宝贝来分享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挖到宝 也交到好朋友 文化局表示 8月份起每个月还会设定不同的主题 让市集更有趣 而这个月首先设定的是手座主题 交请到四组手工艺老师现场指导 让民众可以体验各种手座乐趣 华联系文化局也欢迎大家 每个月来逛赛书好市集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借吕慧欢迎市报导